大家好 欢迎来到央广影音频道 云南风云会节目 我是尹函 中共新一代领导班子刚刚上台 涉台工作领导成员 包括国台办主任王毅是否高升 以及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卸任之后将由谁接任 目前还没有进一步具体的消息 不过裸退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 在十八大最后一次的政治报告上首度提出的 希望两岸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前 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 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这句话到现在依然回荡在耳边 而面对两岸两会 在海基会前任董事长江炳坤 以及即将卸任的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任内 完成签署的十八项两岸协议的基础上 那么我们已经接任海基会董事长刚满两个月的林中森 董事长他所即将面对的不仅是中共后十八大的人事新布局 更重要的是两岸关系也即将逐步涉入深水区 那么如何即往开来展开两岸交流的新业 相信这不仅是过去四十年 以调和鼎乃建长身居党院药金 却从未登陆的这个林中森董事长最重要的挑战 而且也是林董事长在接掌海基会短短半个月 就快马加鞭展开登陆破冰的经济之旅重要的原因 而且据说很快的林中森董事长又将于12月再度登陆两次 那么我们很高兴在今天在林中森董事长二度登陆前行 邀请到林中森董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 他接任海基会董事长之后 首度登陆百闻不如一见的这个心情 特别是在未来任内两岸交流 他们准备积极推动的重点工作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欢迎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 林董事长林董事长你好 好 指示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在这里是不是先请林董事长分享 就是您这个接掌海基会董事长的这个心情 特别是您过去历任的是这个行政院秘书长 国民党秘书长主要都是担任这个党院 府院之间的这个折冲协调的幕僚角色 现在一要而成为这个两岸协商交流台面上的这个主角 这各种的滋味以及其间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是的 我这个接任这个董事长 刚刚如同指示人跟大家讲的 那么我是9月27号接任这个董事长 那也是机缘巧合 我接任董事长大概3天以后 我27号接任9月27 三天以后就中秋节 那么以往很多人讲说 你们以前没有到过大陆 是的 我以前没有到过大陆 是因为主屋上的关系 他不能到大陆 那现在因为主屋上的关系 当然要轻跑大陆 多了解大陆的状况 那么当中我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说 必须那么跟台商都交流 必须跟大陆各方面都交流 那所以我说机缘巧合 我这个上任3天就是碰到中秋节 你想我们台商会有126个台商会 只要我要每一个台商会 都去拜访他们的会长 拜访我们台商的话 那就花很长的时间 但是我刚才说机缘巧合 那么中秋节全部台商 都回来台湾度中秋 跟家人团圆 所以我就利用 那么这个秋节的这个机会 就跟100多位台商会长都接缘 跟几百位的台商的领袖也都碰面 所以我们就用秋节的时候 就办了一个 那么我们台商的联谊的活动 在花莲 那么本来有两天的活动 我本来希望说两天跟他们 这个做更多的交流 但是因为前面一天 是立法院 要我去备行 所以我就在立法院 第二天我就到花莲 那实际上100多位台商会长都接缘 那么因为如此 那么很快就听到他们的心声 那当然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 那么把很多这个必须向台商 来说明的这些政策 尤其是刚刚牵头的两岸 投资保障及赤金的协议 跟海关合作的协议 宣导让他们了解 那么来听他们的心声 那么这个台商就告诉我 很多他们的期待 尤其他希望说我们赶快到大陆 了解他们的此境 能够跟那么我们的对口单位 那么大陆海协会也好 他们的台办也好 跟或者政府部门也好 都沟通为他们来争取他们 应该解决困难的很多政策的决定 是 那相同的 那么他也有很多意见了 所以他们提出来 是希望我方政府 了解 都给他们关牌 当中他们这位提到 很希望我们海基会 跟台气联 也就是在大陆的企业 他们有一个台商会的联盟 那或者是跟经济部 大家组成一个联合辅导教组 帮他们诊断 来协制他们能够提供一些 转型升级的一些意见 那我们都欣然接受 也立刻启动 那有相当部分是台商本身 自己要自力自强 你经理一个企业 经理一个企业 当然本身一定要 这个非常用心去经营 要赶上时代潮流 要研判整个经济的情势 然后呢 那么要在他整个 这个企业经营的过程当中 能够提升效率 能够降低成本 能够争取订单 能够争取到更大的市场 那这部分当然台商本身 他们也都非常自力自强 所以我接这个工作以后 我跟大陆接触刚才 指示人特别讲说 我大概不到20天就先到大陆 大陆只要是我跟台商的期待 希望我赶快去 了解 所以我立刻回应 到大陆以后 我特别都跟他们很多领导 也说明一个理念 特别是为台商请命 我跟他们讲说 我们台商世上 它是中华文化的心讨 世上是有台湾特色的 中华文化心讨之下 所以每一位台商 他的企业形象都很好 那他们只要企业 尽于有成就 一定会善尽社会责任 而且他们也会热心公益 他们都很有爱心 这是台湾 那么有台湾特色中华文化 所培养的一个软实力 另外他们当然也会都手法缴税 也会帮大陆跟两岸赚取外费 当然也会带动 关联产业的发展 更重要的 就是他们都会善待 他们的员工 这个员工有包括台湾去的 那么更多是大陆的人民 在我们台资企业里面上班的人民 他们其实有成就 都会照顾他们 所以劳资关系都会非常和谐 那么他会善待员工 员工也会提高向心力 这样就是鱼帮谁谁帮鱼的工作 不过他们虽然很努力 那么大陆方面的政府台办 跟海协这个系统 事实上都对台商也都非常帮忙 他们很感念 不过还是有很多困难 结果困难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他有三方面 一方面是我方政府帮忙解决的 一方面是对岸政府解决的 一方面是台商自己要自力自强的 所以我常常做一个比喻 大陆好像在婆家 婆家当然很照顾他们 他们有困难也会跟婆家说明 婆家也会给他们很多照顾 希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提示很多优惠的措施 那但我们梁家这边能够帮忙 也会特别给他关牌 给他帮助做后盾 那么事实上梁家跟婆家族这间关系 就亲家的关系 所以我们梁家婆家共同来帮助台商 就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说我接这个工作 刚才机缘巧合很快就跟台商打成一片 那么到大陆也是专门非常友善的 那么这样一个回应 那我非常感念 第二个机缘巧合就说 我接这个工作 因为如同刚才主持人讲 已经八字协商签订了十八项的协议 换句话说两岸已经奠定了一个和平 稳定繁荣发展的基础 那么在这么好的基础之上 那当然这个后面来接就比较不会那么辛苦 因为他已经非常好的基础 那么所以很容易在既有的基础之上 往前精进 所以我非常感谢江董市长 他是我的前辈 那么他也是以前我的老长官 那么也是我的学长 所以我接到命令说 我必须来海基越服务 第一个工作我就去看江董市长 我看了两遍 那他非常感谢他 他也有很多经验传承 那么他也有很多提示 那当然他也特别告诉我说 以后有任何需要 那么向他请教了 他也很愿意 整个电话24小时开机 所以我非常感念 当然我们要推动一个工作 绝对不是个人就能够达成目标 一定要有个团队 那我也是运气很好 我们这个海基越的这个团队 是非常优质的团队 所以这个团队 他已经缔造非常好的成绩 建立非常好的基础 所以我这个团队 一定要无红接轨 所以我除了像江董市长请教以外 我也特别去看高副董市长 他是兼密市长 我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共同打拼 他也欣然接受我非常感念 那我上班第一天 高副董市长就写一个签诊给我 这个签诊里面是人事案件 他说我们从密市长 副密市长 主任秘书下面还有过处的处长 那么究竟我是同意让他们留任 还是要调整阵容 我一秒钟全部过留任 所以我们就立刻就无红接轨 因为这个团队是非常优质的团队 我必须他们来继续帮忙 所以说挑战因为有团队 大家共同来努力 我认为这个整个业务立即就无红接轨 但是我们很重要要赶快去 回应台商的期待 到大陆去参访 那大陆去参访的话 那么当然我们一定 要做一个行程规划 结果说也是居然巧合 刚好是陈英领会长 在9月10号曾经到台湾来参访 那时候他率了一个文化创意访问团 那么50几个人的这样一个 很多专业的文化界的前辈 都到台湾来参访 那当然他9月来参访 我们10月到大陆去做废物交流 富房我想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机缘 刚好我也接到大陆中国道教协会 跟一个武当山道教协会 他们来给我邀请人说 他们刚好碰到武当山大新600周年庆典 就600年再碰到一次宗教交流的机会 那么台湾宗教界也在起来28个团 那么有几百人他们都参与这样一个宗教交流浪动 那么以往我因为在行政服务 也在党部服务 所以跟宗教界也非常的熟悉 他们都非常期待说 那我能够跟他们共襄圣集参与 这个宗教交流浪动 我当然就欣然接受 所以基于这样一个台湾的期待 基于那么废物的交流富房 基于刚好是600年碰到一次的宗教的盛事 所以我就规划 那么赶快到大陆去参访 所以我上个时期虽然只有短短六天的时间 我到过北京 到过武当山 到过上海 到过昆山 那么他就做了一些 那么文化跟经贸交流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么当然这个在整个街市 短短的阶段期间 那么刚好刚才主持人特别提到 大陆十八大 是 已经闭幕了 闭幕以后当然他们的中华领导人 已经事实上已经是做一个调整 是 那么很顺利做一个调整 那么当然他们习总书记 那么就任以后 我们马主席当时以党对党 所以马主席 也立刻去一个贺电 他们马上也恢复 是 一个那么富含感谢 那么从两方面的这个寒电往来 我们非常欣慰 看到说 两方面都表达 两岸和平发展的政策方向 不会改变 是 而且两岸负利双赢的这个合作交流的机制 会持续 而且会强化深化 那会更加巩固 是 那这样这个非常稳固的基础 来持续进行两岸的精进交流 那当然这个整个政策方向都非常的明确 是 那我这个海基位作为一个两会的平台 我们在执行上就政策非常的明确 那我相信对两岸负利双赢 我们就有更大的信心 来推动 非为了交流也好 后续的协商也好 或者是将来我们很多交流跟服务的工作 我们都有信心 把它在既有良好机制之上 往前更加进进 是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海基会董事长 任内的一个开始 不过很重要的是说 在大家一听到说是由您来接掌海基会的 这一开始很多人第一个反应 第一时间就是说 怎么会是这个林仲森董事长 他完全缺乏两岸的经验 那甚至有这个大陆的涉台学者 还直接了当的说 我不认识这个人 不过你也表示说 其实您在担任内政部政务次长的时候 也曾经担任过海基会的董监事 然后在行政院秘书长任内 马总统的这个大陆政策 尤其是黄金十年的愿景 您更是从头到尾都有参与 所以因此接掌海基会对您来说是 温固而知心 那么至于10月16号开始展开为期六天的 这个经济之旅 对您来说更是百闻不如一见 能不能谈谈这次您首度破冰登陆 所谓一见而知心的地方 是因为海基会 我刚才指示员也帮我讲得很清楚 我实际上不陌生 我内政部次长之内 我是担任海基会的董事 行政厌密次长之内 我是担任海基会的监事 我担任过董监事好几年 所以对海基会的运作 当然是熟悉的 两岸政策 事实上就与黄金十年国家愿景当中 我们第七个愿景就和平两岸 事实上把我们两岸政策的重要纲领 跟未来十年必须要努力的目标 都已经定掉 而且这个黄金十年国家愿景 是我们马总统原来的 当时竞选年任 特别提出来的一个理念跟宣示 当然也得到选民的肯定支持 邀导性胜利 所以现在行政也通过愿会 把它列为国家政策 已经不再是一个宣示性的文件 事实上是一个国家 已经确定的政策 宴会通过了 那么当然我这个整个政策 我是熟悉 那么现在必须后面加强的 就是跟过界交流 跟大陆都交流 所以我就是要大陆 我特别讲 接着到大陆去的团 我们叫做文化经贸参访团 那么整个定调是希望做精进之理 要白纸干头更进一步 所以到大陆 那么我的感受 就如同刚才这个指示人讲的 感受非常深刻 因为第一次登陆 这个深刻就是如同百分之一件 所以我去 我看了 那么这个 南武当 别故宫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产 连路口教科文子之 都本来列为世界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 那么这个当然 都有它 这个传统建筑方面 非常重要的特色 跟它这个文化资产 这个文化资产 那我感觉到两岸现在都非常重视 文化资产的保护 经营管理 只是两岸 我这次交流以后 感觉到有很多 可以相互观摩 优势复补 相互提升 分工合作的地方 以文化资产的保存来说 大陆它的经营管理 也是非常用心 对于文物的保存也非常用心 但是有很多 我在大陆参访故宫的时候 我特别跟他们说明 说你这些文物的保存 台湾也有故宫 我们是恒温恒湿 非常高科技在保存的 它那边大概有很多 也还没有做到这个地步 自然法 因为它那个旧有的文化资产 本身建筑就是一个文化资产 它那个没有恒温恒湿的 这个科技的设备 这点是有很多 可以相互观摩的地方 像很多我们台湾的软实力 这个软实力 也很多是大陆 可以相互参考的地方 是 不过您的这趟 个人破冰之流 大家特别瞩目的是 您跟这个 包括海协会会长陈云林 还有国台办局任王毅 以及这个中共 全国政协主席贾清宁的会我 今天谈谈您与这三位 大陆主管社台事务领导人 会面的印象 以及你们初次交手的经验 是 这三位 那我虽然初见面 我感觉到这三位都很好相处 很好相处 那么理念跟根本都很相近 大家目标也都是一致 都希望 那么大家富士三意 那么彼此我们都对于两岸 和平 稳定 繁荣 发展 这个目标共同来努力 所以彼此都有同理心 那换句话说 大家在两岸的焦虑方面 都认为应该朝 富力双赢的目标来努力 而且要在我们原来 对等尊严付费 这个原则之下来推动 那当然两岸的这个关系 千头万绪 这个千头万绪 那一定要理之一个头绪来 所以我们有个原则 我们是比较紧急的 我们先来处理 叫做先急后反 是 比较容易处理的 我们先来处理 叫做先易后难 是 那么有关民生经济的部分 我们优先来处理 所以先经后证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处理很多两岸的问题 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是 有些有争议的部分 我们把它格制争议 是 那么有相同看法 大家彼共同来交流合作的部分 我们就来共创双赢 是 大概基于这样一个原则 那么大家在处理过程当中 我见到这三位 他们的高级领导 都是一见如故 我认为彼此非常友善 那当然对我们非常尊重 我们对他们也非常尊重 相互尊重 那这部分我认为 将来的这个互动 应该会很顺畅 是的 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 这里是杨广影频道 于兰奉音会节目 我是尹函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是接掌海基会 刚满两个月的这个林中森董事长 分享他接任海基会董事长之后 首度登陆 百文不如一见的这个心得 那么在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再来请教林中森董事长 为大家十分关切的 两岸交流的重点事项 欢迎回到央广影频道 于兰奉音会节目 我是尹函 继续针对大家十分关切的 两岸未来即将交流推动的重要事项 来请教这个接掌海基会 刚满两个月的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 那么在这里请教林中森董事长 许多人非常关切就是 两岸互设办事处的这个议题 这究竟将是两会互设办事处 还是说将可能提升 或者超越两会的这个位阶 设立具有正式官方 这个地位的办事处呢 是 这个两岸互设办事处 这是非常必要 就好像我们在美国 我想我们的在美国的 我们台湾人民 不会有像我们在大陆台湾人民这么多 我们到大陆观光客一年 恐怕会打七百万人 那到美国我们不会有那么多 但是美国我们受了十二个代表处 我们到日本也不会像大陆这么频繁 我们受了六个代表处 那现在我们两岸彼此只有两会 在做交流的平台 没有受办事处 我想这个对服务我们两岸人民 当然有很多比较急要的时候 那么会稍微有一些效力上的考量 所以复受办事处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政府已经很清楚地表达 尤其在马总统的国庆文告里面 他讲得很清楚 我们要谨述 那么两岸受办事处 复受办事处 那么所以我接着到大陆参访 我把我方政府这个期待 特别告诉那么这个对岸的高层 那他们看法跟我们一样 他也是认为说非常必要 但是马总统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所谓两岸复受办事处 事实上有一点简化 是两岸两会复受办事处 这样的话书籍运作起来会比较顺畅 所以事实上是两岸两会复受办事处 那么对岸也有相同的看法 所以既然都有共识 所以这方面大家的想法 都已经在构置做比较具体的规划当中 那么这个具体规划当中 大概总目标是一样 是定位在服务两岸人民 所以马总统也讲 说要服务厂商 服务学生 服务两岸人民 让两岸人民得到更大的福祉 那么对岸 它也本来定位是服务功能 那么既然服务 那么究竟应该受多少国伴输出 哦 对 这个也要考量 大家都看法就是这样 是需求导向 最需要的地方就预先来受 那么一定是由先出出期 那么慢慢扩充 一定是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从比较容易的先处理 比较需要的先处理 那么就跟我们两岸交流 例如先举后缓 先与后缆 那个道理是一模一样 是 那么现在这个购置在做 这个详细的规划 那规划过也 你既然两岸互策 一定要经过一个沟通 整合的过程 是 那我们希望说 购置规划 很快告一段落以后 就来整合 是 那么整合过以后 那么在建立共事以后 就来签我们的协议 那签协议以后 就可以复资落实 那么落实之前 假如必要两岸工资 完成必要的程序 就比如说法规的修正 两岸关系条例 也没有做必要的修正 那么这部分我们就 那么进入后续 该修啊该修啊 该完成必要的行政程序 完成必要的行政程序 那么使这个工作能够落实 那么让两岸人民 得到更大的福利 有没有预计大概 会是落在什么样的时间点 也许是明年中呢 还是明年底之前 可以完成设立办事处 因为两岸我看来讲 都有共同感 希望紧述 是 两岸也都认为必要 所以我想这部分 因为是两岸彼此之间 附设的 一定要经过 相互的沟通协商 我想这部分等到 我们协商达成公司 再来做说明 比较精准 另外马总统在今年国庆谈话当中 也特别提到 将通盘检讨修正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就您目前的掌握 未来将检讨修正的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当中 大概有哪些不合时宜的条文 他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那么事实上这部分 现在陆委会在指导 那么海基会 事实上我们是 在政府的授权之下 去推动两岸的协商交流服务 那么这个整个 两岸关系条例的主导单位 现在是由陆委会 那么整合跨部会的意见 正在研议当中 但是接受我乐大陆去 跟他们这个反应 他们也相互认为 必须来关心的 比如说有几项 第一项比如说 我们要关心大陆学生 在台湾 就学跟就医的问题 那这部分呢 那我们就必须让大陆学生 是不是让他们能够享受健保 那这部分呢 我们回来立刻我们 就列入我们的法案修改 那比如说我们陆委 在台湾人数非常多 大概公共也将近30万人 左右 那么这部分呢 他们取得身份了 以往要6年 那现在我们两岸关系条例 也打算把它缩短成个4年 就是很快我们在修改法条里边 就让对岸也感受到我们真正 在大陆跟他们沟通的部分 回来我们立刻也复制行动 那么大家试识非常大的善意 也真正要 两岸是复利双赢的 不是光只照顾我们台商 那么事实上除了台商以外 在大陆还有很多台湾人民 比如说观光客 我们就是台客 1人700万人 比如说我们很多台生 台湾的学生也在大陆 也非常多 甚至于媒体在大陆注点的人 所以大陆注点的媒体 他人生地不所谓 很多需要 我们给他帮忙照顾的地方 同样道理我们这边有陆沛 那边也有台友 我们很多台湾的壮丁 青年还有我们很多漂亮的姑娘 这大陆也找他们有为的青年 那么联姻也很多 所以彼此之间事实上相互需要照顾的 不仅是台商而已 事实上所有两岸关系条例将来 必须要处理的部分 我想主要对两岸人民的福祉 有帮助的部分 合情合理的部分 大概陆委会他们做跨部会整合的时候 都会一直考量 不过这部分因为有陆委会指导 还是有陆委会这台详细说明 比较精准 另外马总统在今年8月5号 提出东海和平倡议 呼吁日本大陆 还有我们台湾 针对东海一体 先进行三组双边对话 再进行到一组多边对话 那么对于这个部分 尤其是三组双边对话当中的 两岸对话这个部分 不知道海基会是不是 有什么样的规划 因为这部分马总统 政策宣誓已经非常清楚了 他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主权输于我国 这是绝不对让 也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主权输于我国 那么至于资源可以共同开发 透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争端 我想这个政策 马总统宣誓得很清楚 至于说我们将来 这个三边也好 多边也好 那这一部分的 假如要进行协商 我们的国家的体制是这样 海基会一定要得到政府授权的时候 才会进行处理 那么现在还没有得到授权 另外就是您第一次登陆就提出 令人耳目一新的一些主张 就是要为台湾的五路 以及在大陆的五台来服务 那么这五路就您刚才有提到 陆配 陆客 陆生 陆商 陆媒等五路 还有大陆的五台服务 先请教您目前所了解的这个五路 您所需要解决五路的问题是 大概哪些 五路我跟他讲 陆配我们要让他取得身份 变成四年 对 那么这个我们的陆生 他健保非常关切 我们帮助他能够真正没有后顾注意 陆商当然就投资保障 跟市境的问题 那么海关我们有个合作协议 大家能够富力双赢 那么很多产业交流合作方面 我们必须要共同来 比如说像我上次参访回来 现在一个多月 那我就见证了很多两岸 那我们投资人之间的一个产业合作 比如说我们的光电 LED照明 台湾的燦眼集团 跟大陆的一个三安集团 他们就由大陆来这边参股 23.5亿到燦眼公司 这个参股那23.5亿不是非常大的金额 是新台币 新台币 但是最重要的 当然参股一定是我们还是主体在台湾 他们参股额度不会变成大陆掌控 但是很重要就是两岸优势互补 分工合作相互提升 所以以LED光电 我们既然两岸交流合作以后 三安集团跟我们燦眼集团 马上我们用台湾的品牌 那么台湾优质的技术 在国际上能够卖到比较 我们MIT这样优质的品牌 能够卖到比较好的价钱 是 那么大陆就利用它的通路 利用它的产能 利用它的市场 那这样我们可以把市场扩大 把产能扩大 把它的每年的业绩扩大 但是价格不卖的比大陆更好 那这样两岸就富利双赢 那么这是一个优势富补 非常重要 那比如说像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凤梨书 台湾凤梨书 这是大陆观光客很重要的伴手礼 也是国际观光客的台湾很重要的伴手礼 我们一家叫维格饼店 它在两岸飞物制度化协商以前 一年大概产能顶多是几千万台币 那现在不但变增 不但变增 现在两岸交流 那么非常稳定和平发展以后 它就享受了和平红利 它现在一年 所卖的凤梨书达到12亿 不过12亿 这个没有什么大的 这个重大的成果 当中最重要就是说大陆 它上海有个叫做复兴集团 复兴集团就是大陆一个很大的控股公司 它的控股金融达到1580亿的人民币 那相当于将近7000多亿的台币 这样一个非常大的控股公司 它现在来投资我们这个维格饼店 它只投资它大概20%股钱 那么结果20%的股钱 大概只投资3亿多 但是这个不是 你说的是新台币 新台币3亿多投资 这个投资主要是这样一策略联盟以后 我们的维格饼店 它就可以到复兴集团 大陆它在上海的一个门市部 那是它在义员 义员是他们的一个关联企业 那复兴集团 它光义员每年的游客 就3800万人 所以它那边说一个门市部 给它你想 我们这个维格饼店 它的业绩会提升多少倍 那就光一个上海 那大陆它整个复兴集团的通路 它有4000多个 那么它的祭典 那全球它有它的祭典 那不得了 那所以这样两岸 这个从经贸方面 投资人将来这样 这个策略联盟 那么所造成的优势互补补补相互提升 都有非常大的注意 就像媒体 我昨天也见证了一个 那么媒体的合作 是我们的中天电视台 旺旺宗慈集团 跟上海的广播电视公司 它下面一个东方卫视 他们两个昨天合作 共同制播一个双城祭 的这样一个 那么这个谈话性的节目 那么邀请很多来宾 就现身说法 把两岸交流的优点 跟感人的故事 非常深入浅持 让民众 那么在偶尔木然当中 了解到这个福平红利 那这样的一个 两岸的媒体合作 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 那甚至我们金字农业 金字农业 你看金字农业 也是我们六大新兴产业之一 那像大陆江苏 跟上海的大家蟹 他们把蟹苗 这个大家蟹 大家都每年 现在秋季 种蟹肥的时候 大家都对台湾也好 全世界各地也好 都非常欣赏大陆 这个大家蟹的美味 那么台湾我们希望 能够自己生产 那就把大陆的蟹苗 他们那么提供给台湾 然后派他们的专业 指导的技术人员 甚至有位教授到苗栗来 帮助我们 那么他就在台湾把大陆去 养得非常肥美 对 今年好像已经可以吃到了 而且我们这个水质好 我们这边食品卫生非常重视 那么一定不会有其他添加物 就是非常非常的优质 那么苗栗县 他养的这个大家蟹 最大的有九两多 那是非常大 超过半斤 他就到大陆参加蟹王比赛得奖 是啊 所以这个说明 就是说两岸 有很多可以相互合作 那么优势服务 刚才我举荐就四个例 就非常清楚 就是说 当然 这个我是短短做 这一个多月 我就见证了这几个交流 或者负利双赢的地方 所以经贸方面 我们都有投保协议 我们有彼此 那么这个负利双赢的很多机制 那么事实上也都在落实了 那么最近几天你看 最近几天 那么大陆我们跟台湾 有一个叫做金台论坛 北京跟台湾的一个科技论坛 那么这个科技论坛 在台湾跟大陆一起办 大陆是21号、23号办 我们这边 那么从27号开始办 也会在台北、台中、高雄都办 是 中央台湾就办了13场论坛 那么这个都是 很多可以 那么相互观谋 那么彼此 那么交流 合作的地方 尤其当中 有个论坛我去参加了 我认为说 很有意义 它叫两岸 产业 软实力 合作的论坛 那这方面大概 也是我们台湾的强项 那么可以 那么跟大陆之间 来相互优势互补 是 我在上海参访的时候 我看到一家 台商的医院 我们叫做核心医院 核心医院 那核心医院规模不是很大 跟大陆比我们规模没有那么大 设备大陆也都很先进 那当然大陆的医术 那是它的专业技技术也很进步 不过我们这家台商医院 为什么很受欢迎 两岸人民都很欢迎 为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 服务 医病的关系 事病如亲 这个就是服务的软实力 那么使得他们非常 那么这个到医院看病 等于好像回家一样 感受到非常温馨 非常温馨 非常人性化 那么这些都是将来两岸 跟有很多优势互补补 相互交流合作的地方 那大陆很多优点我们也要学 像他们接着去 他们告诉我说 它开一个人民大会堂 那是非常大国局的一个建筑物 那么很大的量体 也把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元素 结果这么大规模的一个量体 跟宏伟的建筑 它是四个月完工 从开工到完工四个月 这种效力 那么很多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现在我看到北京 它是一个大国籍的都市建设国籍 但是一到北京 我们知道这是中国 为什么 它很多建筑物都融入了 把西方现代化的建筑物 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元素 那么看起来就有我们东方的特色 像这些大概不要 但到上海就不一样 上海一块就像西方 所以等等大概有很多 可以相互合作的地方 那要合作这些地方 那我们只要有一个机构 互策办事机构来就近服务 我想能够使这个 合作的功能更加发布 董事长最后一点时间 为我们这个媒体 自己自私一点问一个问题 这两岸新闻交流 很多人呼吁互策办事 或是可以有更进行的交流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性 是 我想这个马东也讲很清楚 未来两岸关系 我们会扩大交流的领域 不是光以往从经贸 经贸当然有相当丰盛的成果 未来我想多元的交流合作 我想非常必要 媒体的这个交流合作 那么也是我们大家 要共同努力的目标 我刚才讲 那么两岸两个电视台 已经合作共同著作节目 在两岸同时播出 然后都把我们很多真正感人的故事 那么融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让两岸人民有更深刻的体会 跟了解 那么当然两岸事实上媒体的工作 是一个社会教化的工作 那么加持两岸能够多交流 多合作 那我相信 对整个两岸最新的资讯 提供给两岸人民 然后再透过我们媒体 非常有使命感的报导当中 会达到两岸社会教化的功能 使两岸增加更进一步的了解 也带动 那么彼此以往是肩并肩手牵手 将来有机会被新联系 是的 这里是央广营频道 于兰奉一会节目 我是尹函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新任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 在节目中深入浅出的 为大家说明了他今天掌海基会之后 准备既往开来展开的两岸交流新夜 那么我们也期待在林董事长 亲命十郎的这个精神下 两岸的关系可以看到 更春暖花开的明天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林中森林董事长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观众朋友的观赏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